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早安佛光的观众 菩萨大家平安吉祥 今天继续要跟大家分享 梁黄宝颤 因为真的时间接近了 当然有一些道场都已经礼拜 应该都过半了吧 不管怎么样 我想其实这个理解 如果我们可以在礼灿之前 多加理解很好 那就算我自己也想 重点那么多 我之前推荐大家看 《勇于法师》的讲说 就很详细 他好像实际讲 慢慢这样子说 那么我这边只能是好像 点状式的一点分享 即便如果 我觉得应该要跟大家分享 但是还没有讲完 但是我们可能已经是法会圆满了 可能后面我还会再补充一点点 好那今天呢 我想今天跟明天就分两次来跟大家分享 是已经有几个人在关心要问 说希望可以讲解 两皇宝宝燊 十卷 那一开始之前都有 这个供养站 似乎有些典故 希望我也可以讲讲 那么 借定珍香 十供养就香花燈屠果 茶食保住衣 那香供养之前 各位可以去查询 戒定真香 那一集讲的就是 香供养 不是只有收集很多的好香 这个名香香水等等 你自己的持戒清净 然后你自己的游戒申定 游定发会 戒定会 加上解脱解脱之鉴 这个叫做五分法香 五分法生 这是五分真香 好那么 今天讲一下花奉献 这战开始就说文殊共普贤 因为这个普贤菩萨 他们就发愿 这是广修供养 那这些花牡丹韶药 这是在中国 都是代表富贵吉祥的花 说百花谢纳黄金殿 当然是佛殿 花开花谢战金莲 亲一同子 持花清赌 持尊面 我想典故事在这里 就是说 在释迦牟尼佛 他在过去 这个九元节前的 这个修行 有一世呢 他是一个叫 就是善慧童子 或善慧仙人 有这样称的 那么他那一世 就是修凡横清净的 听到说 当时有佛 要进城接受供养 他也很高兴 赶着要去见佛 也想去供养 他想一想 他想要去买一些花 来供佛 但是好奇怪 整个城里头 竟然都没有花 太奇怪 他问那些卖花的人 他们说 国王把所有的花 通通都集中去了 说他要供佛 就是国王要供佛 所以民间就没有花了 他觉得很遗憾 他想那我就是 见佛一面也好 但他进城的时候 就看到 有一个宫女 他自己想供佛 他把花藏了七朵 哎呀 这个善慧仙人 就一直拜托他 说你就五朵青莲花 他帮其他的同修道友 要去供佛 你就这个卖给我吧 那这个宫女看 就说这个年轻人 这个花也不过 很普通的莲花 竟然花那么多钱来买 那他就看他 越看越喜欢 他说我这样花我不卖你了 我送给你 但是你要承诺答应我 你生生世世都要娶我为妻 哎呀 这个 这个善慧仙人就想 我生生世世都发愿 要修犯横啊 就是要修清净型的 我怎么可以答应你 这个女孩子就说 那这样子我就没办法了 他后来想好吧 因为他这来也是受人之托 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 他说好吧 那我就答应你 但是你要知道 我是最终都是要修行的 你也必须要答应我 不会执着 就是这样 他们达成一个互相的约定 这个当然也就是后来 就是当时的善慧同志 也可以去供佛 当然也帮这个女孩子 他两朵花去供佛 有这么一个典故 那之后佛头就授记 这位善慧仙人 当然后面还有一段 就是说 这国王已经把这个土地都平整 两旁通通都是他 罗列他要供养的鲜花 但当时的佛呢 普光佛就看 这位善慧同志 其实是相当根基的 那他亲自到佛前供养 这七朵莲花 那当时的普光佛 要再看他的供养的心 所以在本来平整好的地上 突然有了好像一个水 好像一潭水这样 他一看呢 马上把身上的 他本来在山里头住 披露皮 他就把它铺上去 但是还有一点点水 他就散发 就铺在这个地上 所以他的这个衣供养 他这个散发供养 就把这个道路平整 然后让佛走过去 当时佛陀走过之后 就为他授记 将来成佛 佛号释迦牟尼佛 就是这样很美的故事 确实都是有一些典故了 那么 所以持花供佛 不但庄严佛殿 那也可以说是种下一个得度的因缘 那灯呢 在眷山灯供养 灯当然代表光明 就是未来 所到之处藏得光明 那前面当然灯黄药 就灯很明亮的意思 银黄列宝台 这光明的灯就列在这个宝台 这个在这个 好像佛桌上 都列这些光明的竹台 那佛的光明遍照周沙界 我们众生啊 内心啊 就像昏渠朗耀巨外 本来很昏暗 像昏暗的街道 现在都亮起来了 说阎魔王啊 也来沾理纸巾台 也来礼佛 然登佛成道 承受人天拜 然登佛 他成佛之前 因为他也是 几世都是出家为比丘 然后他一直都是用灯供佛 后来被授记为燃灯佛 然后郡氏呢 潮溪水啊 其实各位对潮溪水 这个名词要稍微熟悉一下 潮溪一滴水 再讲禅宗的 这个法脉源流 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其实潮溪是一条河流的名称 这条河流广东人应该要知道 因为是在广东韶关这个地方 有南华市 南华市是这个禅宗六祖 慧能大师的道场 所以就以他 这个南华市旁边的这个潮溪就代表了 禅宗的法脉源流 所以眷室是水的供养 香花灯土 土就代表水 泛文的意思是水 那么 所以就以潮溪水 所以一派向东流 河水向东流 观音坪内除灾旧 其实这里 除了潮溪水 有一个水字 其他都没有提到 但后面几个都在讲水 观音坪内 当然是这个甘露水 然后醍醐灌顶 它还是 醍醐灌顶指的还是水 能够滴成垢 羊枝撒出 羊枝撒出去 当然是撒的是清净的水 说润焦窟 我们很干窟的 这个好像感觉是滋润咽喉 其实是让我们的生命 真的可以逢甘露 咽喉中甘露 至有穷将透 说我们的这个咽喉中甘露 当然还是指水 指这个水 是能够不死不病的水 说自有穷将透 穷将 穷将雨 只是天上的甘露 好 我这样讲是比较快 但至少 你在进入法会前 唱战的时候 知道 在指什么 卷五是香花灯土果 果的供养 奇缘果 奇缘是佛陀最常讲经说法的地方 奇数几孤独园 当然周旁如果去过真的 今天没有空跟大家讲 你能够朝圣去到奇缘经社 那种感觉是很不一样 旁边很多树 当然有果树 所以那里的这个果树 说滋味盛堪肠 说很美味的 这个青色的瓜 红色的柿子 还有这个梨子等等 另外呢 还有一些 这个热带地方比较有的 荔枝龙眼 看光阳 安摩洛果 安摩洛果就 就我们中国 这本地没有 那在印度呢 其实是很普遍的 佛陀讲经呢 常常就用安摩洛果 掌中安摩洛果 形容地球 形容一个星球 形容我们的一个世界 说佛观安摩洛果 就看这个宇宙星球 就像在看掌中的安摩洛果 因为常常在经中提到 所以就觉得是很神圣的 其实呢 在印度啊 这路旁都有得买的 这个说 世无双 我想 安摩洛果世无双 在我们中国没有 那在佛经上经常出现 所以是很尊贵的 好 然后说婆罗门仙人 倾献连台上 也是一个典故 婆罗门仙人去 拜见佛陀的时候 秦佛开始也是 献上这个供养 今天呢 争取了那么一点点时间 讲的稍微长了一点 但是先讲前五卷的这个供养战 明天呢 再讲后半部的另外五种供养 就到这里了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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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